那麼穆華來到我們現場 穆華哥跟我們說一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已經踩到北京紅線了 會不會啟動 全無設防的所謂的 港版2.0的大逃港資金大逃殺呢 其實香港資金大量撤出 現在目前已經是進行式了 所以不需要懷疑說會不會跑掉 現在目前已經大量在往外跑 為什麼 因為香港資金要跑實在很簡單 因為港幣向來就是所謂的聯繫匯率 什麼叫聯繫匯率 就是港幣它有一個固定波動的區間 鎖定美元就是7.75的下限 跟7.85的上限 也就是說港幣絕對不能 在聯繫匯率制的情況下 不能扁破7.85對這個1美元 但是它也不會去升破 7.75到1美元 所以它這個波動空間 可以講說是非常的狹幅 所以俊相你想想看 在這麼狹幅的區間裡面 香港又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貨幣自由兌換沒有限制的 你覺得是不是很輕而易舉的 可以把港幣換成美金 有沒有出去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可以 在這個地方等 對 也就是說 我現在先把港幣換成美金 存到同一個銀行戶頭裡面 我不見得要往英國會 我不見得要往美國會 我先放在原來銀行可不可以 可以 等到真的很危急的時候 我是不是大量往外匯出 對 那時候香港就會大量的 流失了外匯儲備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即使是如此 根據香港金管局公布的資料 8月 香港一個月 你知道掃掉多少外匯儲備嗎 多少 156億美金 這什麼概念 這個美金是單月 香港有歷史以來 掃掉外匯儲備最大的單月記錄 一個月掃掉這麼多 對 香港外匯儲備不少 4328億 這個是最新的數字 對 但是他已經 往外跑掉了156億 所以莫華哥剛剛提到了 這個所謂的聯繫匯率 他可以換成美元 他可以parking在香港 但是那張圖已經是出去的了 他已經出去了 而且我認為這個態勢 才剛剛開始而已 如果香港的情勢 越演越烈 鬧得越兇的話 恐怕這個外匯儲備 會大量的流失 所以香港金管局 其實已經開始在注意這個狀況 而且開始在緊張了 對 所以說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從幾個方向來看 這個單月掃掉 15%的這個月比的衰退 月比的資金流出 這個可是很麻煩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來看到 全世界的黃金 黃金期貨市場 主要兩個市場 一個就我們所謂的香港金 這個在香港交易的 另外一個叫做紐約金 在美國交易的 正好是24小時輪來的 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金 今年從年初到現在 總共漲多少 漲了21% 紐約金到最高點 漲了多少 漲19% 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香港金 比紐約金多漲2% 這個地方緊張 對 所以也就代表什麼 代表香港對於黃金 避險的需求 是強於全球的一個情況 我們另外來看到這一波金價 從高點回落 香港的跌幅不到3% 但是紐約金的跌幅 是3.4% 也就是說相對跌下來 它也跌得比較少 所以從這個黃金的市場 期經的市場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香港也的確 在黃金的需求上面 是強於全球的狀況 另外我們再看幾個 很明顯的貨幣 當然全世界 我們首推要關注 就美元指數了 我們剛剛不講 香港人最容易就是換成美金 連續匯率的情況 君相 反送中的 這一波的動亂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6月份 對不對 對 6月份 你們有沒有發現 美元指數最低 今年這個波段的起漲點 正好就是6月 所以它一路被推上去 對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講 這一波美元指數的強勢 不如跟香港資金的外跑有關 我個人認為 當然它不是一個絕對的關係 但是香港的資金 某種情況 它對於美元的需求 其實也幫助了美元指數 這一次的一個強勢 所以說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例證 那我們來追 剛剛提到的光是8月 那很可怕 8月那一個拐點下來 跑掉了15%的外匯 接下來問就是說 那些熱錢跑到哪裡去了 沒有錯 熱錢跑到哪裡去 據說現在目前整個資金的流向 主要是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主要的亞洲國家 就是新加坡 到新加坡 對 因為香港跟新加坡 基本上都屬於國際金融中心 所以新加坡的國際金融業務 會到這一波會來香港趁火打劫 你知道嗎 把香港這些富豪的錢吸過去 那另外台灣也出現 最近台幣異常強勢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台幣最近這兩天 是升值是創波段新高 為什麼 誰在買 因為根據投信投顧工會的資料 這個就是有資料 整個8月台灣出現了 有史以來最大的 賣出香港付委託的金額 高達300億新台幣 也就是10億美金賣掉 錢從香港撤出了 而且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10億美金300億台幣 也是有史以來最大賣出 在香港賣出的金額 所以總共買進賣出 超過500億新台幣 當然進賣出 大概超過百億台幣 這個也都是很明顯的證據 另外你可以看到 最近新加坡幣 坡幣也非常的強 坡幣已經兩波段升值 為什麼坡幣這麼強 我認為多少香港 撤到新加坡的資金 它會換成新幣 去做當地的一些投資 所以新加坡幣最近也蠻強 這也是另外一個 我們可以觀察的流向 所以今天一早的新聞就出來 這是香港經濟日報的新聞 香港經濟日報今天用頭條新聞說什麼 他說陳茂波 陳茂波是誰 香港財政局局長 說不會實施外匯管制 為什麼 因為資金開始大量外跑 香港經管局 香港財政局 當然會擔心資金會不會蜂擁的 在這樣子的趨勢下 不斷的外跑 所以他要出來安撫人心 也就是說我先來 跟你們講我不會外匯管制 所以你們不要擔心 錢匯不出去 我告訴你 現在目前香港的財政 現在我們的財政儲備 有1.1兆 這麼多 香港的港幣有1.1兆 所以你不用擔心23個月都用不完 銀行的資本氏足利超過20% 銀行體系也非常健全 但是香港現在出現什麼狀況 整個ATM被大量的破壞 你又發現就像您剛剛所說的 無序的情況 它已經波及到整個金融業 所以在上個週末 香港人大量的在ATM前面排隊 領現鈔 很緊張的到超市去趕快緊急購物 這些已經是出現非常 這個緊張跟這個無序的 這個社會的一個動亂的狀況 所以當然 未來會不會實施外匯管制 不知道 他雖然說出來信心喊喊 但是現在市場已經謠傳了 有可能會實施所謂的提款法 什麼是提款法 也就是說要限制民眾提款 限制這個 就講白話點叫資本管制 因為香港不是已經有 所謂的禁蒙面法了嗎 禁蒙面法有沒有通過香港立法局 沒有 這個是香港特首加上行政會議 就決定 行政命令就下去了 對 為什麼 因為它援引的事就是緊急法 緊急法賦予了香港特首加上行政會議 無限上綱的權利 也就是說你要做什麼 你就可以做什麼 你不需要經過立法 你不用進立法三讀 進行發布了 哪一天他如果要實施 資本管制所謂提款法 是不是援引緊急法就可以了 一樣的意思 會嗎 所以當然這個市場就會緊張 金融市場就會擔心這些流動性 被限制的問題 所以說那為什麼陳茂波 今天要趕快出來 重申這件事情 就老百姓怕提不到錢 但是政府又怕你擠兌 所以他先打針 他告訴你我不會外匯管制 你這個錢不用多殺多 那這一波的反送中 整個進行到這個兩個現場 我剛才應該是大家話重點 踩到了北京的紅線 甚至挑戰了主權 誰該緊張 誰最該大緊張 今天有一個視頻 也是不斷的在傳 就是香港的恒隆集團的主席 這也是一個地產集團 大地產集團 這個陳啟宗 他在講什麼 他說香港人從來沒愛國心 香港人從來沒政治意識 為什麼 因為長期被英國殖民的時候 把他奴化 陳啟宗講這個話 是接受中國大陸的傳媒訪問 他為什麼要講這個話 他說給北京聽 當然他要表態 就是現在的香港富豪一定要表態了 你到底要站在香港這一邊 你還是要站在這個 所謂反送中這一邊 一定要你有一個態度出來 陳啟宗非常明顯 那我認為 就如剛才俊翔所講 其實香港的情勢 看起來越來越不樂觀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非常有可能會是 引爆全世界金融市場 一個黑天鵝 我們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動作 我認為如同您所說 已經踩到北京的紅線 北京的紅線是什麼 他現在主權 不得分裂 你現在在臨時政府宣言 那下一步呢 沒錯 這個基本上 不就是港獨了嗎 基本上就是否定掉 北京對於香港的治理了嗎 請問特首不就是這個 香港所謂特首選舉辦法 下面出來的 這個一國兩制的一個 很重要的這個象徵嗎 你現在不承認 你現在不承認 你說這個現在目前的 香港政府是一個 我們不承認的政府 我們要成立一個臨時政府 那不就跟北京 完全就是唱反調了嗎 所以我認為這已經完全 是踩到紅線了 這個事情非常的危險 因為一旦持續惡化的話 我認為北京非常有可能會出手 但是因為現在目前卡到一個 10月10號跟10月11號 這個華盛頓的談判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時間點不會 但是10月11號之後 要小心會不會北京 會出這個手 造成金融市場大動盪 另外就是11月 這個時間點也非常的重要 也有可能會 這個北京出手的時期 10月有什麼大事 因為他有一個選舉 所以說在香港有一個選舉的情況之下 在這個兩個時間點上面 我認為大概情勢拖不過年底 如果這個一直亂下去 越雲越烈的話拖不過年底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中國銀行 在香港的ATM全部被砸毀 為什麼只砸中營的 非常明顯 只要是中國的 這個在香港的象徵 我全部都要把它砸毀 也就是說我是基本上這個是反中了 不是反送中了 不是反送中 他不是反這條法律了 他不只是反這條法律了 法律已經不重要了 我現在是反北京了 我要跟北京作對了 我基本上我不承認我是中國人了 那你想想看北京會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星 被笑成黑星美星 為什麼黑星美星砸這個星巴克 星巴克照來講 這個跟這次的動亂有什麼關係 星巴克是美星代理 因為美星是挺北京的 再加上最新的 你看到香港一個藝人叫馬提露 因為他也是挺北京的 也被打了滿臉是血 所以說我認為整個形勢已經失控 但是你說北京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形勢已經失控 他為什麼還沒出手 我認為因為深圳短期內 還是沒有辦法替代香港 因為畢竟外資不會這麼容易的認同 中國大陸如同香港 這麼樣的沒有管制 資金可以自由的禁書 所以他還是有戒心 那香港畢竟是完全資金沒有管制 自由禁書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北京遲遲無法出手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他認為香港 還具備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等到哪一天他忍不住了 他認為這些都不重要了 那他就要出手了 川普打華為怎麼越打越大尾 為什麼 講一件事情 華為的訂單越收越多 好了 川普眼中最不爽的就是 中國大陸透過補貼讓華為全球攻略 現在居然他要以其人之道 還制其人之身 銘鑼來告訴我們 南無聲川普也要把他嘴巴裡 最痛恨的補貼 也要拿來補貼 他們自己的企業要來打華為嗎 現在川普來到這個地方 完全都沒有任何的方法了 為什麼 我們把一些數字 來跟各位稍微報告一下 現在華為加中興 全世界的市佔多少 40% 愛力性多少 29% 然後Nokia多少 23% 我要跟各位報告說說 雖然表面看起來 愛力性跟Nokia加起來比較多 有52% 可是你華為還是有40% 我川普打你打了一年 打... 打死沒有 沒有 越打越大尾 所以現在川普他就想了一個想法 他說什麼 他說我要讓做補貼 來跟華為來做競爭 可是俊相哥 這裡面不對 哪邊不對 Nokia是哪邊的公司 Nokia是芬蘭的公司 然後愛力性是哪邊的公司 瑞典的公司 你居然川普要抗整個 美國政府之楷 去補貼一家芬蘭的公司 補貼一家瑞典的公司 這樣不通 可是先跟各位報告 川普他不是沒想過這個招 川普曾經找過誰 川普他曾經找過說 加古文 來... 斯科 來... 阿卡特朗訊 來... 我們給你補貼 你們來跟華為打仗好不好 就這三家公司 立正站好說 老大 我們沒辦法 為什麼 第一個 目前在5G的技術的 一個發展上面的話 其實美國已經落後 中國華為有點多了 那現在對於美國 包括了斯科來 甲骨文 這些公司來說 他們最擔心的是 你川普有時候講一套 做一套 萬一你中間給我們抽腿 那我們不是血本無歸嗎 所以現在對於川普來說的話 他就是只能沿路 再往前看 但是打華為 先跟各位報告 華為是越爬越大尾 有報 逼得沒報 為什麼 一切都是因為剛開始 跟大家說到的 華為的訂單 好像在喘息之間 他又多幾張訂單進來 這麼可怕 沒錯 現在的認證飛的華為 是越防堵越強大 為什麼 現在有50多國跟華為 簽了5G的一個商業合同 而且這當中有些國家 俊項哥 我跟你說 最有趣的 阿拉伯半島當中 很多國家跟美國關係很好 這其中有一個國家叫阿聯 阿聯他一向跟中國他是 跟美國他是鐵桿兄弟 結果阿聯他現在說了 說什麼 說阿聯他們電信的技術長 就說我們去看華為怎麼看 他都沒有漏洞 他沒有安全上的一個疑慮 這不是打臉川普嗎 就打臉打了川普了 那目前包括哪邊 包括了挪威 目前包括了馬來西亞 他們都要用華為的一個系統 最近龐佩奧 一趟路跑... 跑去義大利 然後找義大利的外長就說 義大利... 你不能夠去用華為的系統 結果義大利的外長直接龐佩奧 狠狠的一拳就往臉打下去 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義大利檢查了好久好久 華為的5G系統 沒有任何安全上的疑慮 你怎麼可以叫我們不用呢 龐佩奧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辦 意大利吃了多少華為的甜頭 華為在這邊投資了970億 在這裡發展5G 培養人 幫你建設備 這錢怎麼來的 他先前先裁掉美國5G那邊 裁掉1000個人 提了970億來這個地方 你叫他不要跟華為合作 那有可能 對 所以目前對於川普來說 他打華為真的是打到沒招 可是他又怎麼辦 嘴巴又不能夠示弱 所以現在川普只能夠硬著頭皮 硬著頭洗下去 繼續打華為了 這不知道在哪一處 已經到這個地方來 任正非說我5G 連同這個所謂的原始碼 整個打包我可以賣給你 甚至你買家 他已經畫三個重點 都是美國的巨操 Amazon Apple 還有他的史迪斯科 Babe 祝你來 已經都讓成這樣 打成這樣了 為什麼川普還是對華為 趕盡殺絕 因為川普來到這個地方 他深深的知道 不只是整個5G而已 未來華為他要供美國的7吋 這個7吋叫什麼 先跟各位報告叫汽車 華為 華為跟汽車怎麼扯得上邊 很多人都想說 華為跟汽車扯不上邊 先跟各位報告 汽車可是美國的重中之重 可是它的命脈 為什麼 2017年美國的生產毛額 各位20.4兆的美元 新車銷售加零組件銷售 各位3% 零售後面的Maintain 換機油 那些所謂的維修的 又佔了3.5% 單單汽車零組件 跟整個汽車佔了多少 佔1兆4千億美金 這一兆4千億美金的過程當中 這當中發生了什麼事 先跟各位報告 美國3.3億的人口當中 各式汽車居然有13.4萬輛 13.4億輛 也就是說平均每個美國人 有接近四台車 對川普來說的話 他其實一直在想方設法 就是說過去在歐巴馬的 一個年代的話 因為歐巴馬他強調環保 所以他對於汽車的燃油 對於汽車的排放 他是採用非常高規嚴謹的 但是對於川普來說就是 你用這麼嚴謹的政策 對我來說是既浪費 又不符合資源 所以川普甚至於還想什麼 他一口氣要否決 否決美國加州的汽車法規 他們說美國你加州的汽車的 排放法規太嚴厲了 而且美國加州是美國電動車 賣最多的地方 相對有錢也自由 所以現在對川普來說的話 他的命根子 他的整個七寸之處 就是在汽車產業 你看他念之在之 就是汽車產業要給他旺起來 那現在怎麼辦 茫茫人海旺去 華為變成潛在的敵人 沒錯 你還沒有變大為的時候 我不能讓你威脅到我 可是說到底 你華為再厲害 你頂多就是萬物皆可憐的物聯網 我們講說他有鴻蒙 你有5G來通電 你有6G通電 你很厲害 一台車子不是只有腦袋 他要有硬殼 他要有輪子 他要能造車 這些跟華為有什麼關係 其實華為他的目標跟策略 是一步一步的 我們來看 2019年1月 今年的1月份 北汽新能源跟華為 開發下一代智慧車 這裡面先跟各位報告 如果只有華為 如果只有北汽新能源 你就太小看他了 黑科技不在這邊 其實這裡面有個非常重要的 叫做1873代維生創新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藏了黑科技 這個實驗室裡面藏了真正可怕的 一個黑科技 這個可怕的黑科技是什麼 先跟各位報告 華為口口聲聲嘴巴都說 我不坐汽車 可是各位 你來看怎麼看怎麼不對 2019華為開發者大會 華為嗨咖 嗨咖 這是什麼 帶你死向未來 他講老半天說他不坐汽車 他要不要坐汽車 他要坐汽車 而且他坐汽車的一個過程當中 先跟各位報告 這一段30幾秒的一個短片 一看各位就知道 華為他真的是來真的 這部片子他要告訴你什麼 華為把他最厲害的鴻蒙系統 這顆腦袋植入了 北車的新能源車裡面 他要告訴世人什麼 華為現在就是鴻蒙系統 各位都曉得 鴻蒙系統它的關鍵叫做 萬物皆可憐 我一個一個跟大家報告 現在那個車子上去 過去還要轉鑰匙對不對 現在狠心有什麼 Keyless系統 現在他們鴻蒙說 Man Non-Man 你只要一上車 你的手機直接跟電腦就連接了 跟汽車就連接了 很多人會說那連接 連接有什麼稀奇的 後面稀奇的來了 你上車你要回家 你家裡面很熱對不對 你可以利用車子的連接系統 直接遙控家裡面的冷氣說 先把冷氣打開 你還可以做什麼 你在車子裡面看風景 看到外面風景 例如說你出去玩 外面風景好美 因為現在很多車子 都有車外鏡頭對不對 你的車子的鏡頭 外面所掠掠到的 美麗的一個風景 你現在可以直接利用分享系統 看你要跟你的朋友 跟你的親人 就直接把這些美麗的風景 直接分享給他們了 所以你說很炫的汽車廣告 我們算我們看過 看這個 但是他們鴻蒙系統 現在真的可以辦到了 一個接著一個 甚至於我剛好跟各位報告 智慧型手錶對不對 他們現在智慧型手錶是 他還可以隨時偵測 你在車上的一個狀況 如果說你的心跳血壓 有發現一些不對的地方 馬上跟整個中心來做聯絡 先跟各位報告 鴻蒙系統開始對於汽車這一塊 開始親門打火 但我想到的還是有四個字 叫做有魂無鐵 你還是要有硬體 你難不成叫北汽幫你做嗎 好 除了是北汽幫你做之外 華為倒有什麼補 他好幾次說 我不會殺進汽車業 他們總不會自己打臉自己吧 俊相哥 他是說我不會殺進汽車業 可是暗地裡面 做的動作可大的 我們來看 2019年上海 請各位注意 上海車展 上海車展 上海車展跟你華為什麼事 華為說什麼 華為說我要將整個生活科技帶進每一台車 先跟各位報告他不做汽車 他一定做 他現在先怎麼做 北汽集團 台灣人對於北汽集團比較不了解 北汽集團多大 全世界現在能夠年產10萬台 10萬台整個電動車的 一個叫做特斯拉 另外一個就是北汽集團 北汽集團是中國大陸 首家年產量超過10萬的 首家A股上市的一個公司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華為 只是攜手的整個北汽集團的話 那就太遜了 重點是在於後面的黑科技 後面這些黑科技 才是真正深不見底 真正最大的必殺關鍵 你剛剛提到了這個 有一串英文數字 阿拉伯數字那個實驗室 裡面充滿了黑科技 這次真正要揭開他的神秘面紗 多少技術在這個地方誕生 我說北汽的黑科技來助全 華為汽車夢不遠 各位都曉得 我們在台灣還好 因為我們沒有那種 所謂的極端溫度 所以我們開燃油車 我們不會感覺說 我外面溫度差別很大的時候 那個引擎效率的問題 可是各位 你在攝氏30度跟攝氏零下30度 那個電池的效應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電動車 它必須要有所謂的加熱系統 現在他們已經有做出 全天候全氣候的電池技術 先跟各位談 過去傳統的 你把電池加熱加熱好 要80分鐘 現在他們的北汽黑科技 先跟各位報告 多久 6分鐘可以加熱好 加熱好之後 電池就可以來到最好的一個效率 所以它就能夠開得又快又平穩 再來 一體化的整個動力 這個動力的一個部分的話 它的重量 各位才減20% 可是動力提升25% 這是在引擎這一塊 但是我認為最恐怖的 是在大功率的一個充電系統 過去我們看電動車 看過非常非常多 電動車最重要的就是 它用直伏加 用直伏充電 直伏充電的一個過程當中 有幾個麻煩的 第一個 你衝太快太燙會爆炸 所以怎麼辦 他們裡面加了水冷系統在裡面 然後第二個 他們現在用多少 用500A 比過去標準的200到250A 一口氣提升25% 俊香哥你知道嗎 過去它的整個能源車 要每次充電 要充電2到4個小時 現在不用 多快 現在只要15分鐘的一個充電 可以讓你跑450公里 你就是喝一杯咖啡 喝個飲料 看個報紙 各位充電充好了 而現在最後面的其實還有 這個叫做V2X技術 很多人搞不懂 我先跟各位談 它這個技術不只是 不只是在電動車這一塊 它連自駕都放在裡面了 它在1000米裡面 它的車對車之間的一個通訊 他說他們可以做到 彼此之間的一個通訊的一個延遲 只有20毫秒 在未來5G的一個時代 這些所謂的黑科技 一一的出現 但俊香哥 真正最重要的關鍵 我們剛剛一直談論到 有魂不得對不對 有魂不得現在就抓到了 其實他們還有更重要的 汽車代工皇帝 這個叫麥格納 這個在加拿大 這個加拿大如果說 最後最後 華為跟整個麥格納來做合作 我先跟各位談 這個麥格納它做什麼 賓士的G-Class它做的 VNW的X3 5系列也是它做的 只要華為它擁有了技術 擁有了軟體 擁有了實力 它只要控制這後面就好了 我車子給麥格納做 剩下車子裡面的關鍵 通通都是華為的 你說美國人不擔心嗎 再過兩天 第13輪的中美貿易談判 就要上桌了 不過就在這樣的前夕時刻 居然美方丟出了這一份黑名單 這黑名單裡面有誰 大家都在問 誰會去下一個華為 一次出來8家AI家 安控的巨擘 為什麼會是他們 而且敏寬帶我們來解析一下 這一些八大巨頭 掌握了什麼樣的核心的黑科技 讓美國這麼忌憚 美國一直對於中國2025製造 其實是心有忌憚的 目前在5G的部分的話 單單一家華為 已經讓美國傷透腦筋了 可是美國來到這個地方 更擔心的是後面 還有一堆的華為們 各位不是一個華為 是華為們 這些華為們他們有什麼 他們有安控 他們有聲音 他們有AI 他們有圖像控制 他們的黑科技能力非常非常的強 目前來看的話 人權成了貿易戰的一個新擅場 海康威視等8家陸器 其實他總共制裁是制裁28家 其中有20家是中國的地方政府組織 所以我們就沒有把它列進去 我們抓8家的陸器 成為美國的貿易黑名單 那這個黑名單的過程當中 美國他們要怎麼做 未來沒有經過美國政府的許可 高階的這些晶片 關鍵的這些所謂的科技的元素 就不能夠再賣給他們了 那為什麼美國要擔心這些公司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從海康威視先來 海康威視大家都耳熟能詳 耳熟能詳的過程當中 海康威視為什麼來到這個地方 讓美國這麼的擔心 我們先來看海康威視目前在安控市占 占了37.94% 連續7年全球第一 他今年上半年賺了190億台幣 也就是說他一天就賺1億的台幣 深圳A股當中最賺錢的公司 我們先把37.9 先把它列出來 37.9 再來這個是全世界排名第二 這個叫做浙江大華科技安控 市占17.02 各位 這兩邊一加糟糕了 美國最擔心的叫做什麼 全世界所有的圖像 所有的安控 居然有超過55% 各位 37加17加起來加尾數 55%控制在中國人的手中 你說美國要不要擔心 擔心死了 當然擔心 這個只是在安控這一塊 我們再來看柯大訓飛 柯大訓飛大家比較不熟 我們來談一個東西 美國麻省理工科技論壇 他們把全世界最強大的 黑科技的50家 全世界通通都把它排出來 排出來的過程當中 中國有9家名列在這個 科技評論上面 柯大訓飛 他在全世界各位排名第6 中國排名第一 可能很多人會說 他的黑科技 黑科技強大在哪邊 各位都曉得聲音 聲音是一個很簡單的 每個人每天都在說話 可是聲音在說話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聲音跟我們的DNA 跟我們的人臉跟我們的指紋一樣 擁有所謂他獨特的辨識性 那柯大訓飛他已經做到什麼地步 他做了幾件事情讓美國覺得 這家公司真的太厲害了 2017年 中國人大在開人大會議 人大會議 各個地方的人大會議來 人大講方言 中央政府講漢語 講國語 講我們這種所謂的一個北方 我們這樣講普通話 他們講普通話 雙方要怎麼溝通 柯大訓飛居然 他們在同一個時間 處理28種方言 都靠他的轉譯軟體 沒錯 他就28種方言 可以直接來做直接的一個轉譯 大家想說他只能夠轉方言 這個也還好 俊項哥 2019年 兩年之後 這家公司神了 他目前可以同時翻譯 34國的語言 中國有28種的一個方言 可以同時翻譯 根本去想 我們過去去到這個國家 我們學學日文好了 學學英文好了 他現在是英文 日文 馬來西亞文 菲律賓文 印尼文 阿拉伯文 34國國家的一個語言 同時即時語音 各位去想 這很恐怖 你在講中文轉給你聽 你講的話轉過來變成中文 這個已經是即時 很多人會想說 這個技術有很神奇嗎 它神奇在於 過去我們所有這種語音翻譯軟體 你一定要去把資料 回歸到中心去 你一定要有強大的中心的一個資源 不然的話 你沒有連線的過程當中 大概只能夠翻譯 兩成 三成 四成算是最多了 他們在最近兩年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們把內容擴充整整的5倍 目前造就到什麼地步 他們可以在未連線的情況之下 請各位注意 未連線的情況之下 語音翻譯95%是正確的 所以你看他厲害在什麼地方 你5 6 10個語言 海量的語彙 你好歹給我連線到語音端去 我東西都往我雲端去 我還抓得到上上下下 你說現在連這種連線都免了 他就不用 他說他們目前在未連線的情況之下 有95%的訊息都是正確的 這個是在語音這一塊 我們要來看到比較重要的在 這個叫礦式科技 商湯科技跟伊圖科技 這個三個我們要合在一起講 為什麼要合在一起講 大陸的AI 這個是人臉辨識三隻的獨角獸 三隻都有非常強的一個科技 我們從礦式科技先開始來談 之前有一個新聞 大家去看張學友的演唱會 好開心 看完之後就有出來 通緝犯被抓起來了 人臉辨識 各位人臉辨識現在已經是初步的了 現在的辨識 之前礦式科技在做的叫豬臉辨識 為什麼要做豬臉辨識 因為豬瘟的關係 豬變貴了 所以他們利用豬臉的辨識來看豬 有沒有健康 有沒有生病 有沒有吃飽 現在他們從豬臉往前晉升 辨識到狗臉 那很多人會說狗臉 狗臉要怎麼辨識 狗臉最重要就是 礦式科技他們發現了一件非常重要的 每一隻狗的鼻子都有一個紋路 而這個紋路跟人類的指紋一樣 它是具有所謂的獨特性 並且沒有辦法去做模擬的 每一隻狗有每一隻狗的一個狗聞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進階到 從人臉到豬臉 現在可以直接辨別每一隻狗 每一隻狗的鼻子上面的紋路 每一隻都不一樣 一一的辨別出來 這次我們為大家討論 就是最新被美國列入了 所謂的管制黑名單當中的 8加AI加晶片 或者是辨識安控這方面的巨擴 談到的都是辨識 人臉刷不夠要去刷豬臉 豬臉刷不夠要去刷猴臉 狗臉 好 我們進步給大家來看到 說到了辨識 它的黑科技進展到一個什麼程度 超乎你的想像 已經不是刷臉 它連步態都能辨識 對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看 安徽有一個大媽闖紅燈 居然被系統抓到 我看到這個我真的是嚇一跳 如果哪一天我們走過 忠孝東路 敦化北路 中山北路 然後你闖紅燈的時候 突然間就出現 邱敏寬 不可以闖紅燈 那我不嚇死了 在大陸真的實現了 大螢幕一秒鐘放送出個資 讓他當場嚇傻 各位 這個有螢幕的 那我們都曉得 很多人都說 那我很簡單 我臉不要讓你看到 對不對 我就遮著臉 我往後跑 一直跑 一直跑 現在中國的中科院旗下的 銀河水滴研發出什麼 步態識別系統 他看你走路就好了 你在走路的時候 每個人 你的肩膀多寬 你手的擺動多大 你的腳步距離有多大 通通都可以把你給鎖起來 這個叫做步態識別系統 你以為你把臉遮住了 逃跑就有用嗎 沒有用 全部通通抓起來 你走了一輩子的路 你的習慣已經養成了 你的步伏 你的角度 你的樣態 走路跨跨跨跨 我就知道什麼樣的 對 除了這個之外 他們現在上海復旦大學 跟中國長春光學 合力設計出五億畫素 我好難想像 各位 現在我們最高規的 四千萬畫素 就是已經現在過去 那個單眼的大砲級了 他可以放大50倍 放大20倍 連那個model 臉上的細紋通通看得到 華為Mate 30 Pro就是四千萬畫素 對 我在想到五億畫素 天啊 這個是不是連那種 任何的一個小地方 通通都能夠看到 中國他們現在的黑科技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 那我們要來看到 重點在哪邊 我們要去思考一點 中國他的黑科技從哪邊來的 說到了這一次 海康威視全球 安控鏡頭系統的攪拔子 被列入了管制黑名單 其實大家都在想 他會不會是下一個果不其然 好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來解謎 這個海康威視 它背後什麼來歷 居然來自於全中國大陸 最厲害的黑科技搖籃 對 中國大陸有一個叫52所 52所的後台是中電科 那這個中電科資金從哪裡來 我們一看 哇 這個真的是有 國家的資金在裡面 包括了國家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 他們是由國家來出錢 出錢完之後發展技術 那發展技術完之後 海康威視的兩位創辦人 包括了陳中年跟胡陽中 他們那時候就是兩個人 帶了28名中電科52研究所的成員 在2011年成立出了一個海康威視 海康威視剛出來的那個時候 全世界的安控 誰做呢 Sony 松下 三星 然後從2001年開始 後面經過10年的時間 到了美國產生了911恐怖攻擊 海康威視就成為世界霸主 過去10年以來他一直是世界冠軍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 中電科除了做整個安控之外 還有做什麼 他們做的東西來頭可大了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來 跟各位做說明 這個叫做泰赫之安檢儀 講這個可能很多人說 沒有什麼架構 一定出過國對不對 出國的過程當中 要過那個安檢機 第一個你要把行李 去做X光的一個檢查 人要過金屬的一個探測門 那一台機器 各位一定記得旁邊一堆人 根據標準的一個規則 一台機器要配8個人 然後你人在那邊走過安檢門 機器經過X光機 一個小時只能夠通過1000個人 可是中國大陸 目前中國電子科技集團 所推出的泰赫之的一個安檢儀 這個不得了 為什麼 他只要一秒鐘就完成了 人體的一個安檢 也就是說他現在只要全世界 機場 港口 甚至於很多的百貨公司 重要的一個官方廠殼 全部都採用 他可以速度比現在的X光機 還要快3到4倍 而最大的一個重點是 他的耗電比較低 而且他沒有電磁波 各位大家去想 X光總是會有一些殘留的一個問題 他這些泰赫制的一個安檢儀 沒有這個問題 想說發明這個已經很厲害了 先跟各位報告 連隱身雷達他都做得出來 這個隱身雷達可是讓美國人 給氣死了 為什麼 美國空軍一直是很驕傲的 他們F-35戰機 F-22戰機是全世界 現在稱為真正的第五代的戰機 叫逆中戰機 雷達你抓不到 那雷達抓不到 怎麼樣雷達抓不到 很簡單 電磁波發射出去的一個過程當中 雷達發射磁波出去 你必須要讓截角面積縮到最小 讓他認為這個不是所謂的飛機 目前中國的中電科殲20 所裝備的隱身雷達 也是由中電科所所研發出來的 這個很神奇 為什麼 各位都想像一般過去 戰鬥機上面一定會有雷達系統 雷達系統總是會有一些 所謂的死角對不對 他們現在連整個雷達都是逆中的 這個讓整個美國氣死了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殲20 目前跟美國的F-22是同一個規格 然後最後部分讓我們來看 這個是中國大陸的國產航母 002的一個航母 這個002的一個航母 一出來寄精釋作 為什麼 因為他一出來就比日本的出雲還大 多大 日本出雲26000噸 這一台4萬噸 可是這麼大的飛機 對不起 這麼大的航空母艦 他在海上走 如果沒有足夠的雷達系統 沒有足夠的保護 他跟一台靶機一樣 目前中國中電科所研發出來的 原相控制雷達 這個叫海之星B 這套系統有多強 500公里 500公里 這個500公里是什麼定義 F-35剛飛進來的過程當中 還沒有被偵測到 他還沒有開逆中系統 他們就已經先抓到了 中國大陸的中電科 就是整個中國大陸黑科技的一個搖籃 來看這幾天 中國大陸最大的新聞 這個1.3兆的金融帝國崩解了 為什麼 我們從這一封 大家熱議的副文來說起 是的 過去十多年的過程當中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 造就了很多的金融巨額 這些金融巨額 他們都有共同的一個幾個特質 第一個 他們都是自利過人 第二個 他們都人脈廣大 第三個 他們都擁有高度槓桿 而這些人員當中很多人 白手起家都造就了上千億的資金 例如說我們今天就可以發現 中國大陸最夯的新聞 先鋒系一兆三千億的金融帝國崩了 為什麼崩了 因為大陸先鋒控股集團的 創辦人張振興 在5日正式的傳出 因為多障器衰竭 久急性依賴 急性宜障眼死亡 但是很多人都在疑問 為什麼很多人都在疑問 因為其實很多人之前是說 會不會先是假死 為什麼是假死 為什麼要假死 先避債 先避債 那很多人會說是不是自殺 但是一定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會疑慮 奇怪了 中國怎麼有辦法在過去的 這幾年的過程當中 造就了三個系列 每個人白手起家 造就了幾千億的一個人民幣 他們的最厲害的地方在哪邊 他們最厲害的地方叫做抵押借款 什麼叫抵押借款 我在這個地方先簡單的 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什麼叫抵押借款 他先借錢 借低利對不對 然後我只要把我的錢 借給更高利的人 我在這當中 我就去賺取那個上下的差價就好了 而這位張振興先生 他甚至於被譽為什麼 他被譽為中國的歐利士 為什麼是中國的歐利士 但是我們來看這張圖 看到這張圖各位可能會昏了 還有一個張振興 一個先鋒系的金融版圖 居然在整個網拍 在整個出任汽車 在整個支付板塊 在整個證券 在整個金融 啪啦啪啦啪啦的 各位開了這麼多家的公司 我們來看到張振興 他去打造大陸版的一個歐利士 花了19年的一個時間 打造出一個3000億人民幣 約台幣一兆3200億的一個 金融的一個帝國 他們被稱為什麼 他們被稱為說上市最牛公司 為什麼 張振興他是白手起家 先跟各位報告 他居然在最厲害的時間 擁有中國七張 先跟各位報告 我們剛剛看到這麼多的公司對不對 他擁有7家的一個上市公司 各位就可以想到 他的人脈有多廣 他能夠運用的資金有多少了 現在為什麼整個中國大陸 在議論的這一分的復文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48歲 很年輕 是的 他死了 他留下了上百億的債務 變成人死留債務 這些事情大家就去追 你剛剛提到了玩那種 所謂借低利 放高利 賺價差的這個金錢遊戲 他從哪裡去搬錢 我們一層一層 撥開他的金錢遊戲 其實能夠說去借低利 能夠來放高利 這中間一定要有關鍵的人物 這個關鍵的人物是誰 這個關鍵的人物就是 張振興他整個最大的一個金主 中國華融集團 華融 大名鼎鼎 對 這個華融集團 是張振興最重要的一個資金來源 自從董事長賴小明 在2018年落馬之後 整個張振興的集團 就出現了一個鍛鍊的問題 這個說一下 賴小明2018落馬 我們在節目當中 也幫大家深入追蹤 為什麼 他的情婦不計其數 他的豪宅不計其數 他的珠寶不計其數 大家才在想 華融集團這是什麼樣的一個集團 華融集團的董事長賴小明 來頭可大了 先跟各位報告 他在最巔峰的時候 他手中掌管的資金 各位 兩兆七千兩百億的人民幣 他在做什麼 他就專門從中國的國企搬錢出來 轉到其他的地方去 去賺利息 這裡面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個張振興 他也非常的了解 華融集團是他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個資助 所以他做了什麼事你知道嗎 各位你卻要去想 華融大到多大 那個香港的一棟樓值多少錢 張振興為了讓整個華融集團的 管理人員到香港去 能夠舒舒服服的 他在華融集團的各位 香港大樓 開設了私人的會所叫古琴台 這個各位都知道招待所要幹嘛 你一個大陸人到香港去出差 你哪邊能夠吃得開開心心的 能夠喝酒 能夠得到你該有的一個享受 張振興他就開了一個私人的 一個會所古琴台 可是問題來了 既然你們都是在做低利 賣高利 理論上來說 這個生意應該是萬無一失 應該是沒有風險才對的 那我們要去思考一點就是 張振興跌倒 跌在哪邊 先跟各位報告 人心不足已經是蛇吞象 張振興在2015年 他發現了一個遊戲非常好玩 這個遊戲大家都耳熟能詳 這個遊戲就叫做比特幣 他在做比特幣的一個過程當中 先跟各位報告 他不是只有單買比特幣在那邊 買來買去賺價差 他的心可大了 他不但買賣比特幣 他還做礦機 他還做礦場 他甚至於還說 你們那個比特幣的交易所 搞不好不是那麼透明 他自己要擁有比特幣的一個交易所 所以張振興在2015年就大舉進軍 區塊鏈跟虛擬貨幣這一塊 一開始賺當然輕鬆 七八千塊沿路往上走走走 走到兩萬多塊美金 都賺 賺的過程當中 糟糕了 2018年比特幣行情 快速急轉直下 兩三萬塊美金 快速崩盤最低跌到多少 各位最低跌到六千塊美金 慘不慘 很慘 所以他在整個底部區 賣掉了礦場 賣掉了礦機 他單單在比特幣 就賠了幾十億 2015風風火火 怎麼挖礦 怎麼賺 這下摘窟窿了 從兩萬多一路摘下來 好了 這邊缺錢怎麼辦 另外要找地方去缺錢 剛好就在那個關鍵的一個時間點 大陸又出現了全世界最詭異的東西 叫做什麼 叫做網路互帶 各位 我們去想 我們在台灣要去貸款 不管是你找親戚朋友借錢 還是去銀行貸款 那個手續多麼的麻煩 那個叫徵信 對 中國大陸居然說 大家在網路上面集資 彼此就能夠做 可是各位 做啊做 最近問題一直出來 張振興旗下的網信集團爆雷 退出了P2P的網貸事業 先跟各位報告 為什麼很多人說傳出他會 假死來逃債務 他的債務各位 高達百億的人民幣 他挖的洞可是一個洞 接一個洞連續的一直在爆炸當中 張振興挖的這些雷這些洞 他只是未爆彈其中的一顆 我們最後要給大家來講一講 這幾年 中國大陸大力在整頓金融秩序 就是防止無量的雪崩 是 因為我們剛好跟各位報告 這些不管是什麼明天系 中職系 還是所謂的先鋒系 這些人都很厲害 每個人都才智過人 每個人都整個人脈非常非常大 我們來看明天系的創辦人 邵建華2017年2月消失 先跟各位報告 他消失是多大的工程你知道嗎 他怎麼消失的 他是跑到香港去 在中國大陸挖了他窟窿了 跑到香港去 中國大陸所有的情治單位 在他所安排的飯店的前後左右 通通埋了暗裝 然後沒有辦法叫警察直接開 後面是費勁的九牛二虎之力 可是各位你知道嗎 明天系的邵建華 他在整個中國大陸 在香港消失之後 他市值高達3兆人民幣的一個包商銀行 5月份被中國人民銀行 跟建設銀行直接接管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 他的金融體系是不能夠封的 我們再來看中職系 中職系的謝直坤 在2018年將旗下最賺錢的一個 中融信託 一個中融信託 管理多少錢你們知道嗎 管理一兆人民幣 可是這個是安然退場的 後面中融信託他就轉讓 因為各位都曉得 中國後來他們的企業在混改 混改的過程當中 他中融信託的股本32.98%的股權 轉給了央企的橫天集團 所以這個目前消失 這個安全下莊 可是我們看到最近這兩天 中國大陸最大的一個消息就是 張振興的先鋒系在中國大陸 整個第一個他已經發布的復文了 然後再來他現在的互聯網 金融互報的整個整治的方案當中 2018年中國開始強制的來做 整個金融管制 再來前一名帶我們來看一看 這真是一個重磅的消息 中國大陸進行混改又一夜驚奇 這次我們要看誰 看百度 百度李彥宏也傳出被卸任了 這樣算來BAT通通都落馬了 所有事情全部在9月份發生 而9月是10月1號之前的 到底發生什麼樣的事件 好 這個事情現在被揭露 是來自於露天眼查數據顯示 裡面一個驚人的消息 百度原始創辦人李彥宏 原來已經在9月21號已經被卸任了 卸任什麼 百度雲端雲計算技術 他在北京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 當然他表示他連百度的董事長 什麼位置都都沒有了 而且重點事情是 比較關鍵的事情是 2017年回鍋的崔珊珊 竟然成為百度創業的 之前的氣劍課之一 回鍋當執行長 所以李彥宏這件事情 真的還滿重磅的 說BAT通通都要嘛主動卸任 要嘛被卸任 我們就看到馬雲9月10號 在阿里巴巴他20年 20歲生日那一天對不對 變成馬老師了 馬化騰9月20號他也被更換職務 每個人都有卸任的理由 比方說你跟我要大數據 我不肯給 不聽話 請離開 他呢 他用什麼理由 是 我們仔細看 你看9月10號 9月24號 9月29號 就9月份突然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BAT中國最主要的 三個網路公司的老闆 同時間被請辭 這裡面其實有趣的事情 我們知道馬雲的理由是什麼 他螞蟻金服的資料他不願給 不願公布成為中國人行 最大的競爭對手 好 那他當然被下台 但是這個馬化騰 因為馬化騰有所有的這些大數據 遊戲機的所有大數據 網路使用大數據 政府要他給 他不給 好 他被下台 微信在他手上 沒錯 微信在他手上 所有的訊息在上面 好了 問題來了 那他為什麼被下台 百度也不過就是一個搜尋引擎 了不起就是他上面 有些關鍵的字 他不願配合 或者也沒到到這麼的程度 你不管怎麼樣說 你從哪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 李彥宏的被卸任 我們都覺得些許錯 為什麼 幾天前才在節目當中 我們不是在講說 李彥宏他籌錢要深度的來 大搞特搞AI嗎 現在被卸任 我們先說一下 事實上我們知道 百度這14年來 其實真的是一直賺錢 但奇怪的事情 就在2018年大賺錢的情況下 2019年突然間 峰迴直轉 跌落 這個搜尋引擎怎麼能虧錢 人搜尋的是越來越多 裡面資訊是應該越多 理論上你從這邊 獲利就在驚人了 沒有 今天的數字 2019年股價大跌38個百分點 整個市值從770億美金 變成只剩下630億美金 真不打緊 最重要的事情它虧損了 而且就在今年 上市14年的第一季 竟然虧損了9.36億人民幣 而且重點是 它比去年同期 直接大跌了150個百分點 事情的演變 總有一個連續性的系統 怎麼這個系統 如此的跳躍 中間有什麼貓膩 好 我們這個東西 留一個大大的問號 還有更多奇怪的風在吹 是 好 當然我們要說 今天是不是 我們先想下面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虧錢 接下來他又把這個 吸塵網給賣掉 吸塵網可是他最賺錢的 一個行業 而且在美國掛牌 其實美國人可以說 吸塵網到這個中國去旅行 這麼好的一個東西 為什麼要賣掉 當時理由是說 他要發展AI的這個智能 AI智能你百度可以籌資 你可以對美國去掛籌資 你知道這個在美國籌資 又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你打出在中國發展 最先進的AI智能 我相信美國人 就一定給他融資 你為什麼不用百度去融資 卻要把吸塵網給賣掉 你說有沒說出口的理由嗎 是嗎 難道是你背後的金錢 已經不見了 還是中國正在盯你的財報 還是中國正在盯你的金流 好 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可以合理的懷疑 為什麼 就在最近一個消息是 百度的PC瀏覽器 竟然停止服務公告 這是9月29號 已經正式要停止服務的公告 你表面上看起來 這件事情影響可大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一個關鍵人物 這個人物是誰 這個人物叫做向海龍 其實基本上他就是 百度的靈魂人物 為什麼 因為百度的收刑 就是他處理的 這個事情一處理完 向海龍馬上宣布他辭職了 這是誰把手伸進去 其實仔細分析 不是9月29號事情 是在今年5月份 6月份 早就已經有端倪了 這是刨他的根嗎 會不會這個事情造成他虧錢 而且重點是他必須要用錢 來彌補某種看不見的理由 好 當然我們更重要的事情是 抽絲剝繭 在往前推的時候 事情竟然在3月份又爆開了 現在消息是越來越多 搞了半天 李彥宏在3月 早就已經現任百度投資董事 而百度的投資董事 就是百度最大的股東 他為什麼那時候 就要提出他的辭程 好 我們把這事情再往前推 最驚悚的事情在這個地方 不是他的所有高管離職 因為我們知道每個人 在前面衝的時候 旁邊一定要有些兄弟 所以既然不是只有把他拔掉 是連他的兄弟 是連根刨除 好了 我告訴郡相 其實最恐怕的事情 不是這樣子 不是你所看到的事情 而是今年1月份 其實就有端倪了 1月份誰發動的 竟然是由央視來發動 這是官網 央視網都在說為百度以死 這個事情是原來是政府出手的 因為央視姓黨 怎麼可能會隨便出手 而且他用的字眼非常的直接 百家爭鳴 財險風度 意思說百度你沒風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從9月29號 然後你一路一路往前推移 推移到1月份 再往前推 推到去年 他的整個財報非常漂亮 但是居然在2019 下跌了將近四成 太多詭異的地方 只剩下一個問題 是誰不想讓李彥宏端坐在他的大位上 這就是貓膩的所在了 這是好問題 但是事實上你知道 李彥宏在為了這件事情 他沒有努力過 事實上我相信他早就被警告了 你看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知道在混改的過程當中 混改就是民營企業跟官股的企業 要做一個大型的合併 如果你這家企業是不合理的 我寧願把官方的企業賣給民營 但是如果民營不錯的話 官方一起來合作 就是混改的精神 表態就是中國要走向強國 所以必須要有效率 不論你是官營還是民營都要效率 所以那時候 中國聯通想一件事情 既然網路是未來205最大計劃 也是習近平的強國計劃的時候 這個中國聯通說 大家來籌組一家企業好了 這個企業我們一起把中國的網路 推向未來 這一次好不好 好 那要付錢 要不要付錢 要 好 那我們想到 誰應該付錢最多 第一個想到騰訊 他賺很多錢 第二個想到阿里巴巴 他賺更多的錢 結果名單出來說我們嚇到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付錢第三大的竟然是一個 賺錢還OK 市值普通的百度 你看到沒有 中國人說不用說他這個錢很多 繳了217以來籌組 他是最大的金主 騰訊拿了110億 按照比例來說 百度大概30億就可以了 因為百度的財富跟騰訊不能比 結果阿里巴巴 竟然就有43.5億 有沒有搞錯 阿里巴巴比百度賺多了 京東也有50億 所以你看百度一口氣 願意砸出70億人民幣 這是這種強烈的表態 我們拿錢來辦事好不好 好 但是你知道 百度不是只有付錢 他連人都送上去 我怎麼說 我們知道大陸的管理網路 在2018年 這2017年 2018年又成立一個 中國網路社會組織聯合會 當時馬雲 馬化騰 黎彥宏 劉強都全部做的副會長 你知道什麼叫副會長嗎 就是前面是官員 大家一排坐臉上戴著微笑 對 官員說得對 官員說得對 這件事情你說 你問一下 李彥宏有沒有給政府很大的面子 當然是有 好了 重點在這個地方了 做了這麼多好事 理論上對政府已經效忠了 你買保險了 對 怎麼還有這個事情 原來事情發生 就叫做五一工程這件事情 這什麼東西 五一工程可是大事 我們知道在前陣子 習近平之前有一個很重要的 重量級的官員下台 他的名字叫做薄熙來 薄熙來因為他想要更高位 他覺得網路的發音 發聲的是很重要 電視媒體還要帶風向 所以他提出五一工程 生效五一工程 第一個 專家要有 電視要有 報紙要有 網路要有 當然還有網民寫稿子 叫做作手 沒問題 這些東西其實以薄熙來說 找個專家容易找報紙 找幾個電視台 中國電視台最多 但網路一定要最大 要不然怎麼帶風向 好了 事情就發生了 在這個兩會的時候 2012晚會的時候 薄熙來透過他手下的一個官員 把他找到這個飯店來 大家吃完飯 因為這個官員後來是被調查 他在文字上面揭露了一個秘心 當時其實看起來 看起來李彥宏跟薄熙來 並不是很熟 大家吃完飯的時候 薄熙來就跟他說 彥宏兄 谷哥 你討不討厭 當然李彥宏說 谷哥是晉升對手 他是群人最大的搜尋引擎 當然討厭 那這個時候 這個薄熙來就說話 我幫你把谷哥 踢出中國 你如何 那根據文字的敘述當中 你知道嗎 李彥宏一聽到薄熙來說這句話的時候 立刻激動的鞠躬 謝謝大哥 謝謝大哥 拜託您啦 果不其然 Google就離開了中國 他就成為最重要的一家公司 但問題是這五一工程 就滅下了這個他完蛋的理由 所以後來事情一查起來 這個還是紐約時報 披露出來的這個內容 這個內容你就發現說 這一次的聚會跟見面 已經用電視做記號 沒錯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後來在2016年發生的一些事件 包括巴拿馬文件也被發現到 還有中國最隱晦的字眼 都出現了 所以劉強東被記上這一筆 接著請問 每個字眼前的字眼中 都已經可以找到了 這次很準確的 不可不可以看見 有沒有 那麼多 有 有